15点52分了朋友们 现在是3月28号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33天了 在欧亚大陆的东方啊 东亚大陆啊 上海也不消停 上海这个原来一直是比较文明的防疫的模式吧 最近也破功了啊 是吧 这个似乎是来自中共中央啊 最高层的压力 上海你不能另辟蹊径啊 你必须跟全国一盘棋啊 一个步调啊 这个上海除了这个疫情呢 也跟疫情有关系 前几天我就说过 就是这个防疫的时候呢 中国人不让随便出来 但是有一个酒吧 老外可以在里边自由的吃喝 现在这个消息扩散发酵之后 现在有一批上海的啊 不一定是上海本地人 反正最起码是在上海生活的 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吧 这些小粉红 这些脑残 冲进了上海永康路的这个 餐馆 或者参巴啊 到里边这个和外国人和那些 他们认为是这个享有特权的外国人 发生了冲突啊 他们不满在上海的外国人 可以自由的饮酒作乐 并且群聚啊 但普通的上海人 却要忍受这种所谓的叫什么 风趋之苦啊 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 发生了打斗 这个也是这些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宣泄 同时也确实在很多方面 有些外国人在中国也获得了 包括外国的个人 包括外国的企业 获得了一种叫超级国民待遇啊 这个也让中国的尤其社会底层不满意 再加上中国的这些年鼓吹渲染 是吧 营造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 跟周边很多国家 甚至包括跟整个西方世界 都在不断的加剧冲突 是吧 打起来了 我听见他骂操你妈逼了 好了啊 这个这个这种镜头就不能放时间长了啊 然后有人评价了说 让我猜猜这丝 这丝就是这个行子 是吧 河北山东一带管这个 就是你这个东西 叫你这个行子 你这个玩意儿啊 说这丝应该被拘留了吧 说罚的不是他啊 就说他被拘留的原因 不是他冲撞杨大人吃饭的地方 而是没戴口罩 而且冲撞前未出示 48小时内的有效核酸证明啊 惹你是吧 或者说这个这个收拾你还不容易吗 找借口很容易 对吧 然后有人说了垃圾国充满了垃圾人 自己受苦 不去找给你制造痛苦的人 却找比他过得好的人的麻烦 这就是蛆 这就是大粪丢人现眼 是啊 有很多中国人 他自己过得苦哈哈的 吃不上喝不上 各种权力被剥夺 各种被打压 他不去惹官府 他也不敢惹 他去找谁过得比他好 或者呢 谁过得不如他 他欺负欺负谁 或者他挑衅挑衅谁 是吧 这就是中国人的红眼病 一种极端的病态狭隘 是吧 弃人有 笑人无 然后有人说了 说那你有本事去打 制定这种不规则的人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规则不合理 是吧 你去 当然不敢啊 说这种情景之下 不应该叫小粉红了吧 有人替他辩护 说不平则明 啊 我看着不不公平啊 不平则明 说这是人的本能 说他咋不找共产党拼命去呢 不是共产党实行的双标吗 是吧 说争取公平正义 就是在颠覆 CCP的极权统治 因为当你认为人人平等 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 并为了人人平等的公理 去发声去行动 你事实上 就是在颠覆 产生铁链女的奴隶制度 是吧 说所以啊 你为什么不去找 允许外国人群聚的CCP呢 那些外国人犯了什么错 而如果那些外国人 是不被允许群聚的 那你去报警啊 是吧 说你有本事打这些 可能是无辜的人 却不敢去报警 你们这种小粉红 你还给予大肆的赞扬 我真是服了你了 是吧 说你让铁链女 去找人贩子报警吗 那些在酒吧聚会的人 是在享受CCP 给予他们的特权 他们在铁链女面前 面前炫耀他们的自由 炫耀他们在丰县的 美酒加咖啡的幸福生活 他们在本质上 和给八个孩子上了户口 还拿着低保的董志民 一样是极权专制的既得利益者 你的意思是你有本事 你也生八个 别拿董志民说事是吗 说满嘴的人意道德 最终还是为了排外 而站在闹事者的一方 你这种生物就是人面寿心 就吵下了 说我不是排外 我每天见的外国小粉红 老粉红 比中国的粉红还多呢 外国粉红 一听我说CCP独裁 马上就说no 说China is one party government 中国就是一党制国家 但是不是独裁国家 有人说啊 说那些在酒吧聚会的人 你去问他们中共清零好不好 一大半可能都会说 非常好 非常好 对中国人就要这样 我想说的是 中国人要自由的表达 不要逆来顺受 说你这个看不过又打不过 小粉红真是废物 好像那两个中国小伙子 最后好像被那几个洋人 给揣了一顿 北京话打一顿叫揣 尤其拿拳头 揣揣揣揣 或者叫蹊 蹊蹊蹊 爆蹊 蹊主要是用酒瓶子 或者是板砖 蹊 是吧 说外国人 为什么能自由的活动 你们为什么能分 能就被封在家里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当地的卫健委 说国内享有最多特权的党员 尤其这些高官 你不去骂 跑去骂这些普通的 在上海的外国人 你都不想想 为什么中国的官员 会有资格享受所谓的特供 说他们真不敢 说有砍 德国公使的勇气 当年好像把德国公使给杀了吧 是吧 叫克林德吧 是不是 引起了八国联军吧 却没有砍 压榨他的大清 酷吏的勇气 说不敢相信 这是在上海 看墙内啊 看中国国内 越像是在看马戏团 无能的奴才们 说制定游戏规则的人 静静的看着这些蛆们 蠕动 疯狂 发疯 着魔 张牙舞爪 舞爪 张牙舞爪 张牙舞爪的 他们看着 就这样看着 内心一阵的荡漾 满满的自豪感 说讲的好像是洋人 把你关隔离似的 是吧 排核酸时 好像就没了这股狠劲了 排队做核酸 说中共来自西方 所以对洋大人 一直不敢争得罪 说这个一尊 这么多的自信 四个自信 多少个自信 还跪舔普京呢 说不服气 找警察去说理去 又不是外国人 不让你聚集的 是吧 说人家外国人付出了代价 代价是五六百万人死亡 是吧 代价是几千万人确诊 为啥就不能在你上海享有特权 再大的苦难 中国人只需要看到别人 比他还惨 心里就会平衡 甚至有一丝的开心 不会去追究苦难的根源 未来外国人